Rose在Challroom留言說 AIA今年走勢如何? 有沒有機會回到90元樓上? 另外Catherine想問1299 算不算一浪低過一浪? 現價供貨離場好不好? 不過她沒有說成本價是多少 我想1299 當然近期的走勢也是一般 始終是一般的市場 但其實月初那一陣 她也升了一陣上去比較強 因為最主要是她也受惠到債息上 至於是保險股 其實以這方面來說 我覺得回到今年的看法 就未必說真的太過悲觀 因為始終長期也有個加息的衝頸 以至於債息也有機會是扯高 還有一個因素 我想也是充滿著一些通關 復甦的概念 所以其實基本因素上說 我就覺得不是太淡 但只不過這些因素 我想短線對股價未必有太多即時幫助 連帶盟的走勢其實也屬於比較弱些 所以真的不排除股價 可能會再借勢扯落多些少 譬如可能如果市場有機會再調整 可能回到80元邊的樓下 其實不奇怪 但落到那些位置 我覺得如果剛才提到 從一個中長線角度 算是慢慢OK 可以開始考慮吸納客 但你買得來 要遇到比較中線的心態 但是能否上回到90多元 100元 我覺得這就要看著 最終實際加息的情況 以至到債息上到什麼水平 如果你說債息是真的扯得特別高 那當然對AIA這些股份 會有更多的正面支持 但我覺得80元附近 其實算是挺不錯的 先回到中線吸納的位置 是